大家好,我是這場的江澤,我叫Race,目前任職於松林科技,是擔任RD工程師 那我這次要為各位帶來的題目是透過區塊鏈自動化保險契約 區塊鏈這個名詞可能大家比較陌生一點,大家應該比較聽過的是比特幣 實際上區塊鏈這個名詞是源自於比特幣的,比特幣大概從2008年開始有一篇論文去描述比特幣的這個架構 次年就有一個正式的比特幣服務,那個一直到資金 也就是說比特幣它其實是一個歷史,已經運行了非常長一段時間的區塊鏈實驗 那它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被駭客攻破過 所以證明了虛擬貨幣在目前來說應該是一個逐漸變得可行的方案 那區塊鏈它實際上是作為一種分30資料庫存在的 我們先來詳細了解它一下 區塊鏈到底哪裡去吸引人,到底哪裡讓大家一直對虛擬貨幣這一塊 覺得說它的安全性怎麼樣呢?或是一直去探討它的服務的業務的範圍 它最重要一點不用去依賴權威了 什麼叫做不用去依賴權威? 就是我們終於可以不用把我們的資料跟我們的金錢交給特定一個人物或特定一個機構 但是那我們要依賴誰?我們會把這些資料放給大眾 那放給大眾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安全性 那我們稍後就會提到 那關於這個行為在區塊鏈中 這個行為就稱之為去中心化 它有一個專業名字叫decentralization 剛剛講了資料放給大眾了 透過網路的方式放給大眾 那還記得剛剛講區塊鏈是一種分三式的資料庫嗎? 這兩個名詞組合在一起的話很像一個東西叫做雲端儲存 但它實際上不是雲端儲存 區塊鏈是一種P2P架構的網路 那這個網路上面 實際上是由礦工組成的 那這更精確一點說是由節點們所組成的 實際上參與區塊鏈的電腦不見得全部都是礦工 也就是它不見得會需要擔任 去計算這些交易資料的行為 節點可以單純作為一個資料的publish來進行的 那我們回到最重要的問題 這些資料真的安全嗎? 我們把我們的資料把金錢把帳本 分給了這些一般的用戶 幫我們去保存幫我們去傳遞 那這個資料會不會哪天突然不見了 會不會哪天突然被篡改了 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所在 如果有一個資料它會被篡改 代表它不值得相信 不值得相信那它就會失去它的價值 那怕不見的話 每一份資料大家都存 雖然說有一點浪費空間 但是目前這是有效的方法 這大概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怕篡改 資料加密真的有用嗎? 假設一份早就有問題的資料被加密了 那加密大概是沒有用的 所以區塊鏈為了防範這個問題 它提出一個方法 叫做工作量證明機制 什麼是工作量證明機制? 這個機制其實大家天天在碰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在網路遊戲上很常有這樣的類型的任務 小明接了一個釣了十條魚的任務 那要怎樣才能算是它完成? 兩種方法 系統上直接去計算它成功釣十次 或者是說小明拿十條魚去回報 拿十條魚去回報這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工作量證明 它用了一些成果去證明它 做了這樣的工作 那區塊鏈又是怎麼玩這一塊的? 區塊鏈會給另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會隨著難度去做更改 那礦工在處理這個區塊的時候會對區塊 目前以比特幣來說會做下256的 取hash值的方法 區塊鏈要求你取這個h值 因為h值是一個隨機數 你必須取到 小於我給定的目標為止 這可能有點抽象 我們換用Java來講 我給你一個0.5的數字 OK 你們去執行mess的random 執行到什麼時候? 直到小於它為止 OK 假設一台電腦平均每秒可以執行一次 mess的random 這有點慢啦 應該說太慢了 那我們至少可以確定說 大概每兩秒它可以猜中一次 好 那我們再回到區塊鏈上 區塊鏈h256它是一個256bit的數字 OK 那它是隨機的剛剛講到 那區塊鏈會給定一個值 目前來講 假設它給的是2的192次次方 它執行這個hash 大概要算2的64次方才會生成到有效區塊 也就是說它透過控制這一點 去確保說你會做到一定的計算量 才去產生一個區塊 換句話說產生一個區塊它所需要的代價是非常高昂的 那難度它會根據什麼調整 根據區塊鏈當下的全網算力去調整 整個區塊鏈中剛講了有分成節點也有分成礦工 全網算力就是由礦工所組成的一個大家加起來一個 很多台電腦組成的一台超級計算機 目前比特幣是大概每10分鐘會產生一個區塊 換句話說這個數字這個題目的難度 會高到說大家這麼多台電腦去運算 要算10分鐘才能算出一個真正的結果 那這其中當然還有一些奇妙機制在 例如說 兩台同時算到的結果該怎麼辦 這一定是常發生的 那它其中一個機制就是 數字更小的人成為優效區塊 這是一些它底層的機制的部分 那區塊鏈用這樣的方式去儲存帳本 並且讓礦工做帳本運算 也就是說小明給小花 10塊錢 那之後小明的錢會變多少 小花錢又會變多少 礦工會去做這樣的運算 我突然發現我這邊好像 算錯失字了 好沒關係 區塊鏈大部分我們大致上我們先介紹到這邊 我們先進入第二塊主題 叫做所謂的以太坊 還記得我們的題目是什麼嗎 我們要在區塊鏈上面部署一個 智慧的 保險契約 那為了要部署這個保險契約 我們需要一個平台 目前來講以太坊提供的這個平台 它有什麼特性 剛講了 比特幣它大概是10分鐘才一個區塊 但是以太坊是15秒一個區塊 這速度蠻特別的 另外是 它有一個智慧合約的功能 最合約就是我們這次最重要的重點 最合約它是什麼東西 是一個圖零完備的腳本語言 圖零完備又是什麼 我們可以反過來看 在白皮書裡面 以太坊提到了一件事情 它認為比特幣其實是一個 相當成熟的 虛擬貨幣 它提供了一些基本服務其實已經足夠去使用 但是它的 腳本 缺乏一些特性 使它的業務範圍十分的受限 那個特性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就是 比特幣的腳本語言 它不支援所謂的回圈 當然在工程師來說沒有回圈這件事情是很容易被克服掉的 所以以太坊就認為說 既然 我都要提供腳本語言 那我乾脆提供完善一點 讓工程師能夠去寫所有類型的業務在我這個平台上面 好 那這個智慧合約目前所採用的語法 它語言名稱叫做Solidity 這個是由以太坊官方團隊自己開發的 那目前版本到0.4.3 它有一個逐漸在完善的Document 那它有一個Web IDE 那到目前為止 就我所知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ode 也就是他們在今年年中 才Open Source的它的 IDE 裡面已經有Solidity的Plugin了 那我們要怎麼去使用這個智慧合約 這邊就提到了 使用智慧合約這一點有很多的工具 那目前最好用的工具應該是MIST 它是一個虛擬幣的錢包 目前來講它是由以太坊官方所開發的 那它有一個中文化團隊是由台灣人組成的 也在裡面參與中文化的作業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直接看一下MIST去怎麼操作 這個是以太坊錢包的介面 這個畫面應該還可以吧 這邊可以看到目前 我所在的區塊鏈是以太坊的測試鏈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區塊 並不是正式的 好 那剛剛講了它大概15秒會產生一個區塊 那剛剛 其實也提到我在測試鏈上 但測試鏈上的電腦其實並不多 所以這個 產生一個區塊的時間 有時候沒辦法到15秒這麼快一個 雖然難度會 根據現實狀況去調整 但那個調整沒有那麼快 那有時候可能會高達 一分鐘兩分鐘才產生一個新的區塊 OK 那這邊看到的是我錢包的主畫面 這個主畫面裡面可以看到我現在有一個 主要的錢包 主要的帳號 它這邊大概有11塊錢 那一個付的帳號 那這邊我可以再新增其他別的帳號 例如說 建立一個新的帳號 你只要給予一個密碼就好了 那 確認一下你的密碼 它就會幫你建立一個帳號 這個帳號裡面最重要的東西是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地址 那這個地址是經過SHA3算出來的 取最後40位 那要與任何人做交易 你就必須把這個地址 給別人 那我這邊就先示範一下 我現在我要從我的主帳號 轉一塊錢給剛剛我開出來的帳號 這邊填入的是 以太坊的 Ether 那它的單位有好幾種 最小的單位是微 那一個Ether 是1乘10的18字方微 那我這邊直接轉一個Ether 到另一個帳號去 這邊介面上面看到這個可以拉動的東西 這叫做所謂的燃料 這是以太坊提出的另外一個新的概念 因為在以太坊中 它的交易不見得只是單純的 轉錢而已 它有可能受到 例如說智慧合約的執行 而改變它需要去運算的量 這運算的量 會 影響你這邊要付出的燃料 那目前你看到的這燃料是由 交易提出者自行申報的 換句話說假設你今天申報的量不夠 弄得很低 但是你的計算量非常高的話 那你的交易可能不會被認可 或是直接失敗 那你 提出的燃料 可能只是剛剛好的話 當然 我們可能沒辦法很缺切知道這一點 但是假設我們提的不夠高 礦工可能會選擇性的 不優先處理你的交易 那今天為了示範我們先把他拉到最大 實際上這個手續費蠻高昂的 這邊進入我們當時帳號的密碼 我們就開始等待這個交易 被礦工接收 在礦工接收前這個交易都是還未成立的 也就是說剛剛的11.18塊 還在我身上 那要知道說這個交易 被礦工接收 他才會被政治控管 然後到這個帳號裡面去 我剛見的帳號是這個Account3 那這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那我們再來談談說 關於這個交易 剛講交易有 除了一般轉錢的交易以外 還有所謂的 智慧合約的交易 那我們來講智慧合約 智慧合約怎麼去產生 這邊右上角有一個Contract的介面 點進去之後呢 上面這邊 建立一個Contract實際上也是一個交易 你可以在建Contract的時候 把一定數量的錢 放到這個Contract裡面去 那這邊可以打一些 Contract的程式碼 這邊我先用一些原本的 這個Hello World 這個Hello World做了什麼事情呢 它有一個Public的Field 那它有一個Function叫做Say 這個Say有一個Input 這個Input在執行之後 會不會放到Public的Field裡面去 這在合約裡面會怎麼表現 我們直接實際上來看看 這樣的話我們就成功 建立一個Contract了 那剛剛我們交易已經被認可了 這邊的錢已經進去了 右上角的更新有點慢 但實際上可以看到 我的主帳號的錢 已經剩下10.18了 好更正了 上面這個是我所有錢包的錢 好 等Contract被認可有點慢 所以我在這之前先建好了一個 裡面的程式碼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Contract執行的介面 右邊是我們可以執行的Function 剛剛有一個Say的Function 那左邊呢 這個是被Public出來的Field 我們可以完全 即時的看到說 這些Field的變化是什麼東西 例如說我就打我的名字上去 我們就把它發送出去 因為這個Function 它執行的內容相當簡單 所以說它其實 不太需要太高昂的 費用 換一下 那這個一樣要等 它的交易被礦工認可 那這個過程也是需要去等待的 剛剛我們建立的Contract已經被礦工認可了 所以我們這邊一定可以看到一個東西叫做 鋼間的這個 Contract它一樣擁有一個地址 所以它這個地址裡面一樣可以存錢 Contract裡面可以寫程式 所以你可以當它是一個 像NPC一樣的東西 對它執行一個Function 它做一些處理之後 它甚至可以把錢再轉給到別的地址上面 或是做一些判斷 剛剛做的處理 就是把我們的字顯示在這裡而已 這大概就是 錢包的基本操作了 我們回到投影片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直接正式 進入我們原本的主題 保險合約如何被 部署在區塊鏈上面 如果要在區塊鏈上面部署一個保險合約的話 我們當然要遵循它的理念叫做去中心化 也就是說這個保險合約呢 我們希望它的核保 是自動化的 那它的理賠也是自動化的 那它去抓資料也是自動化的 也就是說當這個合約被開發者 開發完畢 部署好了之後 它應該要能夠完全無人運作 那這邊提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降雨量保險 一個是航程保險 降雨量保險它實際上就是在保證說 某一個季節 它的降雨量會到達一定的程度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進行理賠 那航程保險在保什麼 航程保險在保證一個班機 它起降的時間能夠準時 那如果不能的話 它也要進行所謂的理賠 大家注意到這兩種 保險的類型 它都有 第三方資訊的提供者 存在 那我們這次是以降雨量保險為例 什麼樣的人會來買這個降雨量保險 那應該就是農服這一類型 它的收穫 會受到降雨量 有顯著的影響 例如說它想要在 在第三季 它期望的雨量是2000毫米以上 OK 那它就去買這個合約 那這個合約 透過 Smart Country建立之後 建立這個合約的公司 可能會去 做一個宣傳網頁 農夫就可以根據這個宣傳網頁 去知道這些事情 降雨量資訊 由第三方提供 實際上Solid的功能 並沒有這麼完善到 可以跟其他的系統做借接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執行所謂的方選 這個方選其實可以被任何一個 以太坊的實作來執行 換句話說 剛剛我們的錢包可以執行 那是不是別的城市也可以執行 今天我要講的另一個重點 其實就是用Java 去把這個方選來做執行 那我們有了第三方資訊 我們這個Country就應該做到自動的理配 這樣有什麼好處 第一件事情是安全性 現在的區塊鏈的機制 已經運行的夠久 足夠保證它的機制是安全無律的 但是 關於Smart Country這部分 因為Solid本身是一個還在成長中的語言 它可能有些潛在的問題 還沒有被發現出來 以及 Smart Country本身的開發 那個寫作的城市本身是不是有漏洞 這可能要看開發者的功利 好 我們直接實際上來跑跑看這流程 在這個Country裡面 眼睛的人可能剛剛有發現 這邊有一個rainfall policy 就是我為了這次演講 去寫的一個Smart Country 那它的城市碼 說真的不是 很難但是也不是很簡單 它大概長這個樣子 為了完成這個簡單的功能 實際上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實作 例如說 根據它投保的 語量 去動態計算說 它應該 要花多少錢來保證保險 因為 投保條件會直接干涉到 它應該要付出的保險金 那這城市大概300行而已 這300行其中有大概200行 是別人 寫好的一個東西 代碳 實際上這個Solidate 另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它本身提供的一些 基本型別不夠多 例如說碳的型別 它目前只存 跟著秒數 也就是說 1970年 資金 算的 描述 那為了去處理日期時間 所以我引入了一個別人寫的 Daytime Contra Contra 本身是可以再扣其他Contra 可以當作KS一樣的東西存在 好 那農夫呢會進來這個 SmartContra 然後他會去執行這個Apply 那至於他為什麼知道 可能是透過公司寫的一些宣傳 以及一些教學來知道的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輸入說我們要投保的月份 投保的日期 這邊我做的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就這樣子而已 以及我的降雨量我希望在100毫米以上 那這邊 我就要把我的 投保保險金給寫進去 那保險金這邊 你沒有辦法知道說 最後他合保下去會是多少錢 所以實際上這邊應該有一個建議數值給你填 那這邊我們先填一塊錢 實際上 我這邊所收的保險金是0.1個EASER 那 如果你輸入了比這個更高的金額進來 我會把錢找回給你 所以說Contra本身是做到 自己再進行一次交易的這個動作 我們直接用剛剛新增的 看好了 這邊可能選不到 我們選另一個 AlphaTest目前他身上的錢是0的樣子 他有一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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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好 我不可能直接剩一塊錢 因為還有燃料的問題 所以我可能要剩0.5塊錢 OK 在這個界面裡面 看不到我去調整燃料的數量 這是因為錢包自動幫我選好了 那這點的話 如果到時候我們自己透過Java來執行 這個燃料仍然是要由我們去制定 那我這邊寫了一個介面 可以去看說我目前有沒有人投保進來 這邊這個地址 F09b 這其實就是我們剛剛這邊地址 有沒有看到 我這邊可以直接知道說他有投保進來 為什麼 有辦法知道 因為Smart Country本身提供一個 Event的功能 他可以在一個交易 或是一個Function執行途中 去把這個Event publish出來 那這publish出來的Event可以透過 Translation的處理 去知道說 這個Contray有publish這個Event 我們Java就可以透過去 截取這個Event 分析裡面的 參數 知道說 這個Event裡面到底講述哪些訊息 完結我們會看到這裡面的程式 現在投保完畢了 那我們要將第三方資料做輸入 這邊我直接先模擬說假設我就是資料聽用第三方 剛剛我們是投保 10月31號 那我們希望的降雨量是100毫米 那為了讓理賠成功 所以我這邊是故意輸入 降雨量就不到100毫米 那我就把我的交易發送出去 這邊有些問題 看起來目前這一段可能demo不出來 那這邊下面是一個已經 核保成功的 那我是透過 剛剛有另一個account 去建立的 是這一個 AlphaTaste 也是這個AlphaTaste 好吧 那關於 整個線上投保的東西可能只能demo到這邊 那我們直接來進入所謂的 可能source code的單元 那我們要如何用Java操作以太坊區塊鏈 剛剛我們透過Mist來操作區塊鏈 實際上Mist的底層是透過GIS來操作 GIS他是由以太坊官方 以購語言實作的以太坊協議 那Java的話 他有一個Java的以太坊協議 叫做XMJ 這東西也是由官方提供的 那目前來講他的版本到1.33Release 在我 做這個講義的期間 他已經從1.2衝到現在 中間還包含了5個RC版本 這項目目前 維護得非常頻繁 那他的Hello World 長這樣子 你可以呼叫XMFactory的 CreateXM 這樣就可以作為一個節點開始被執行 那 為了要能夠我們自己去操作這個 以太坊 操作區塊鏈的交易 可能 或是建帳號 或者是發布Contract 或者是監聽這些Event 我們需要獲得裡面的一些資訊 其中最重要的資訊就是我們該如何 自己去騎起來這個東西 那我們點進去XMFactory的CreateXMFactory之後 你會發現他裡面最重要的字在 造數第2條紅線這邊 他去呼叫了 他是把Default Config這個KS註冊到Spring裡面去 換句話說只要我們起了一個 以Spring為基礎的 任何一個服務的話 我們都可以 把DefaultKS引入進來 也就是說假設我們要魔改成App WebApp 我們只要把這個Default Config 引入進來就可以了 那要怎麼發送交易 這邊大家看到藍字標示的 Ethereum這個 物件 這個物件是什麼東西 實際上是第3條紅線這裡 Context.gap.bin Ethereum.ks 這個東西 他在註冊完Default Config的時候 實際上裡面包了一個 Ethereum的Klis 他會把你這個東西 Return出來 所以實際上你透過Hello World 本身就可以get到這個Klis 這個Klis裡面有一個 Summit Translation的方法 Summit Translation它需要提供一個參數 這東西叫做Translation Translation怎麼取得 他由Code Translation 的方法去取得 Code Translation裡面其實還提供了一些 別的交易的 發送方式 那這邊講的是最單純的 一個最單純的 Translation我們該怎麼處理 那交易有交易的Translation 那 Smart Contract Function有Function的Translation 那最主要就是這兩種 一個Translation物件 它需要一些參數 第一個是Nons Nons 這個東西是這個地址發送的交易次數 以太坊協議中 明確定義了 一個地址一次只能發送 一筆交易出去 那它是由Nons這個機制來做到這件事情的 也說你的Nons必須是同個地址裡面最大值 那 第二個數字是Gas Price 燃料的費用 燃料的費用其實是 目前區塊鏈的狀況而做浮動的 那這個值呢 如果不是從目前最新的狀況下 Sync下來的話 很有可能你的交易會失效 一定程度上 可能不會那麼誇張 因為Gas Price的浮動 目前來講已經算蠻穩定的 第三個值是Gas Limit 這個值其實就是所謂的 要支付的燃料數 那區塊鏈上面 實際上它會提示說 目前你可以支付的最大燃料數為多少 那以往來講我們大概支付最大燃料數的 70% 80%左右 我們的交易就可以在 至少兩三個區塊內被認可 其實這基本上速度已經足夠了 兩三個區塊如果在正式裡面 應該是不到一分鐘 那第四個數字 第四個字串是所謂的目的地 也就是 我們要到底對誰做交易 那它是一個 Address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我們要交易的 椅子源數量 那在Java裡面這邊要提供的是 提供的單位是微 所以不要忘記 一個 Ether 是一個十發之方的微 那最後一個Data是額外的資訊 額外的資訊通常是 Smart Contract 執行方選的時候你會需要去做提供 那這邊的話如果沒有 我們可以直接給諾 沒關係 那有了交易物件的發送方法 也有了交易物件的產生方法 好像還少了什麼 剛剛我在發送交易的時候 用Miss前報發送交易的時候 我們的最後一個步驟 是打我的密碼進去 所以很顯然 Java這邊應該有做類似的處理 實際上我們得呼叫交易物件的三個方法 去做簽名的動作 沒有這個簽名 你的交易不可能會成功 OK 好 那Smart方法裡面它需要 ECKey物件 OK 還蠻複雜的 看我們戰鬥還沒有結束 OK ECKey怎麼來 ECKey實際上它從PrivateKey來 以太坊上面每一個地址都是一個PrivateKey 那你看到那個地址其實已經是所謂的 公鑰的部分了 那PrivateKey 它經過HashUtil HashUtil是 XUMJ本身有提供的 你呼叫它的SH3方法 就可以得到它的PrivateKey 那將這個PrivateKey 丟到ECKey的StaticMacer裡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ECKey的物件 OK 那這邊的PrivateKey叫做Kal 那Kal這個PrivateKey呢是 在測試鏈上一個實際存在的地址 那如果各位要做測試的話可以用這個沒有關係 這是官方所提供的 那 PrivateKey要從哪裡來 剛剛我在開新的帳號的時候大家應該只有看到我輸入一個密碼而已 實際上Macer在建立一個帳號的時候PrivateKey是由它自己隨機產生的 那 隨機產生的PrivateKey呢它會包成一個KeyStore物件 KeyStore檔案 它會存在 以Windows來說它會存在 Romanning的 Essian的 KeyStore資料架底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個TestNet的 地方 那如果你是在正式鏈上面的話它就直接存在上一層 OK 那剛剛大家在我建帳號之前有兩個帳號所以 目前可以看到有兩個檔案在這邊 那後面是我的例子 那如果我們今天想要用Mist包好的KeyStore物件該怎麼辦 實際上Mist作為一個官方錢包應該是 最終大家會使用的 所以假設我們要將我們服務提供出去我們應該也要能夠吃Mist的KeyStore 來降低我們用戶去使用我們服務的難度 Essian目前還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KeyStore 但是EtherCamp知道 EtherCamp是Essian官方的另一個 團隊 那它目前開發了一個專家叫做Essian Harmony 那Harmony是建立在Essian上面的Spring Boot App 那它裡面的程式其實相當的漂亮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有一個Web介面 可以實際上看到目前的 區塊鏈執行的狀況 那甚至它可以透過Node.js 去呼叫 別的Essian使作 那因為它的Source Code就足夠漂亮 所以我相信 大家都要看Source Code 就看它就比較好了 OK EtherCamp的Harmony裡面 它有一整個KeyStore的package裡面 專門在處理Mist的KeyStore 那相信如果說有人有用過Java的KeyTool的話 對這一個行為應該是蠻熟悉的啦 我需要給它我KeyStore的入境位置 讓它用File的方式讀出來 那接下來我要給我的Key 那在這邊的話就是所謂的Adress 那接下來我要提供我的密碼 那有這些東西它就可以被直接轉成ECKey物件 ECKey物件就可以直接拿來做簽名的動作 那這就是我們所有的動作 如果要做一個交易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透過Code Translation產生交易的物件 並且用ECKey與Sign的方法 對交易進行簽名 然後我們呼叫Essian的Summit Translation送出交易 那因為剛剛講了有幾個參數 它必須是要透過最新的區塊鏈去取得 所以送出交易這件事情 我個人是建議在同步到最新的區塊鏈的時候才進行 那在這之前呢 你可能要先透過某些方法 Cage住你的交易 大致上我的簡報到這邊就結束了 那之後我會有一個Source Code的Demo 那這邊的話我們先提一下 松林科技 歡迎各位如果假設有區塊鏈應用的想法呢 歡迎找我們做合作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他的Source Code 剛剛我們只看到了發送一個交易的基本方法 那剛剛我個人建議 交易的發送應該要在整個 Essian完成 整個Sync完成之後才進行 那我們就來實際來看一下這怎麼去做到 作為一個Web App 我們需要引入 剛剛講的Default Config 那Default Config怎麼去被引入 在Web Application這邊 Initializer 我這邊寫了一個Essian Config 這個Essian Config實際上就是去繼承 Default Config 裡面加了一些我自己的設定 包含一個 Event Listener 那這個Event Listener目前寫的很簡陋啦 那他目的就是去把 Contract 拋出來的Event 接住然後去分析裡面的 參數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有另一個東西叫做Updater Updater這個東西呢是 Essian官方 提供的一個案例 Essian官方在Essian券裡面寫了好幾個 簡單的Sample 那其中一個Sample就是以Updater的方式 去控管 讓我們程式能夠在 區塊鏈的各種進程中 做一些動作 那這裡面最重要的東西是 他的一個Listener 叫做Essian Listener 這個Listener提供很多 Callback方法 例如說 Unsick and Tom 就是整個同步到最新區塊鏈的時候 他會呼叫這個Maser 那這邊我有一個Flag去記住說目前到底是不是在最新的區塊鏈上面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另一個叫做Unblock 當你每接收一個block下來的時候 這個Unblock就會被呼叫 也就是說我在這邊可以去判斷說假設我們的Sync已經到了最新的block的時候 那我只要在一個block我就可以準備把我交易發送出去了 這邊我會把我們的交易先暫存在Memory的一個地方 然後在我需要的時候把它pop出來 那之後給予 Nounce 剛剛有提到 那Gas Price呢 它在這個位置 Gas Limit是目前以太坊 上面的 Gas Price在這邊 好 那Gas Limit是目前 區塊鏈上面建議的 燃料上限 超過了這個上限 你的交易會失敗 那目前的話我是以 燃料的上限在乘上一定的數值 那可能是0.7或0.8 也就是70%或80% 因為這樣就足夠把我們交易發送出去了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我分成了兩種方式去 去Create所謂的Transition 一個叫做Create Raw Transition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檢包上面提到的 一個比較單純的交易 那下面是Code Transition 那這裡面 多了一個參數叫做所謂的Function 那Function的話就可以指定說我們到底要Code Code的Function長什麼樣子 它的輸入參數是哪些東西 所以最後一個Data我就會把我的參數丟進去 然後ECKey 我會透過我包好的物件 把ECKey取出來 那最後就summit出去就好了 大致上 要怎麼在一個 去塊鏈最新的狀態下去 summit我們的Transition 就是這樣做到的 OK 那我現在講另一個方面 我們要如何去接收 以太坊上面 Publish出來的這些Event 在Listener裡面有另一個Code Back 叫做On Transition Execute 也就是說當這個交易被正式執行之後 它會跟著區塊鏈一起被包過來 那我們這邊 會針對 這個區塊鏈所包的 所有Transition 我們得到一個 Transition Execution的Samurai 這裡面會有一個東西叫做Log Info Summit.getLogs可以得到一個Log Info的物件 這個Log Info就是 Country裡面Publish出來的Event 那這個Event 要透過一些方式進行編碼 實際上區塊鏈沒有辦法保證說我們這些Event 它的格式是什麼東西 因為這些格式完全是由開發者制定的 所以呢 這裡我們需要另一個東西 因為Country要怎麼給別人使用 這裡兩個重要的 一個是剛剛講的地址 另一個是所謂的介面 這個介面會提到說 這Country裡面有哪些方選 這些方選裡面有哪些Input參數 以及說它有哪些被Public出來的 參數可以被顯示 這個介面 之所以能這樣顯示出來 就是因為有 這個Interface 所以說假設我們要去觀察一個 別人開的Country的話 然後這邊有一個ShowContra 你會打理了Contra的Name 這當然你自己訂 以及剛剛的Adress 另外還要提供這個Json interface 這個Json interface在我們這邊一樣要被用到 那這邊的話我會去聽 這個Event 那這個Event裡面也會有它的Interface的定義 那目前的話我大概長這樣子 它的Name在這邊 Info Policy 我的Contra在每次 有新的人 Apply 申請我的 保單之後 我會把這個Info Policy Publish出來 那這裡面就包含了 這個Contra的地址是什麼 那申請人的地址是什麼 以及他投保的金額 目前這是固定的 那以及他投保的時間 以及這個保險要生效 開始生效的時間 以及他所指定的降雨量 那我們這邊就要去開始 處理這些所謂的資訊 處理這些資訊的方式 你必須透過一個東西 叫做 稍等一下 讓我找一下位置在哪裡 好 為了能夠順利取得這些 Input 參數 我們必須得到Invocation 這個物件 Invocation這個物件從哪裡來 其實從 那個LogInfo 剛剛在Samurai裡面有 GetLogs 我們在旁邊取得到的 我們要怎麼取得 這個 Invocation的物件 那我們就得借助 Contra這個物件 Contra這個物件裡面 有一個叫做 這裡 Pass Invocation 那我們要怎麼生成這個 Contra的物件 實際上就必須要指定說 我們的界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以及 最後我們還需要知道說 這每個參數的型別 該怎麼對應到Java的型別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是透過 Jackson的ArchMapper來處理 因為實際上我們接到的是一個 給予類似Jackson的方式 那實際上他的難度不是Jackson 所以我還是透過一個Mapping 取得一個Map之後 才交給Jackson去處理 OK 那我Source Code的Demo 大概到這邊結束 謝謝 謝謝